台湾高铁在2007年的3月2号正式通车 以往台北到高雄要5个小时以上 现在只要一个半小时 改变很多人的生活 可能早上到台北或高雄开会 晚上就可以回家吃晚餐了 四年来高铁的运能增加到了915班 成长了3.5倍 今年大年初三 单日就有19万人搭乘 创下了新纪录 这是2007年3月2号上午 台湾高铁台北站正式通车的画面 当时搭乘的旅客就说 在台北站上车方便性比较高 也省时间 就比较方便吧 对啊 因为大部分都是在台北车站 搭乘比较多 过去这样的转车会花掉你多少时间 二三十分钟 从台北发车是高铁完整服务的开始 虽然营运第一年载客人数只有155万 但隔年就有近倍数的成长 之后的两年 运量也呈现稳定增加的趋势 四年以来 每周的双向发车 从每周266班到目前的是915班 运能成长了近3.5倍 那旅运人数呢 也是持续攀升 大概从2010年 平均每天 大概旅运是10万1000人 那我们再算到总旅运人次 到今年的2月 目前台湾高铁已经旅运了 1亿2000多万的人次 今年农历春节运量更创下单日 最高纪录 大年初三 19万人搭乘 年初二也有17万 为了增加便利性 全台8000多个超商 也可以买到车票 超商取票 这个也是全世界首创 就是可以在便利商店 取得大众运聚的车票 那在3月份 我们也计全家 7之后 我们再加了莱尔府 就是说我们一方面 在站外的通路 我们去建立了将近 8500多个售票的据点 高铁去年8月获得亚洲土木工程联盟 杰出土木工程计划奖首奖 今年1月也得到台湾百大建设 网络票选第一名 虽然走来摇摇摆摆 但现在已经站稳脚步 在台湾南北不断奔驰